大家好 这里是有人要的说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猎猛老头出轨 引发人类浩劫的故事 猎猛老头临近时 她的淡然不乖 搞了一个女巫情人 搞完后人家当然要结婚了 但是猎猛老头是出来残忍化的 女巫情人变成黑暗女王 杀掉了猎猛老头的原配 但是没有干涉 猎猛老头抓了她 关在某地牢中 不是饲养是囚禁 没有杀她 可见情人比老婆吃香 那年后黑暗女王逃了出来 找猎猛老头不愁 杀了猎猛老头的徒弟 最后变成记忆飞走了 不是黑暗女王杀我指猎猎猛老头 是导演不战 为了对抗而阻止 黑暗女王的不愁和同志人类 所以猎猛老头要找新的徒弟 其实他找的不是徒弟 是炮位 他已经挂掉了N个徒弟 猎猛老头来到男主角家 用钱跟他老爸买下他 原来主角除了限制还可以用钱吗 买下后当然是洗干净 等着被暴局 开玩笑的 男主角被猎猛老头带走 一开始男主角拍马 送的个魔法车给他 这个魔法车曾经是黑暗女王的力量云权 不过被一个女巫偷走了 不错 这个女巫就是男主角他妈 两人来到某程后分开 男主角碰到女主角 没有马上交配 因为女主角他被听大叔招着要烧死他 我不知道这听大叔是怎么发现 女主角是女巫的 我只知道他是来监制男主角的 男主角从小就有超能力 能预见未来 看到女主角第一眼 就看到未来听话 没有为什么 所以男主角让大叔们下班回家 带着女主角去开盘 接着就是 我想歪了 女主角就走了 猎猫老头带着男主角回自己的狗窝 交了男主角一个晚上的猎魔劲 就要他去住被黑暗女王的手下 喷大便啊 你说让他去当炮围就ok了 谁那么多当 第二天就去黑暗女王的窝 还加一只兽灵进队 月圣乐本该睡的男主角没有睡 去耳边就随便放在女主角在洗澡 我速度度少 不要骗我 他随便那两个是不是在火中里面 接着男主角三人在途中 被某个陈主角邀请去杀着笨雄 为什么说他们笨 就是怎么舍的就可以说明 打完一架 猎魔老头要男主角杀是更小 但是男主角心上没有下手 被猎魔老头骂了废物 所以男主角身体出走 又见到女主角 一围生二围熟 三围就交配 男主角交配交配子又看到未来片段 接着男主角又跟猎魔老头走 再接着遇到一只超大地鼠 打破开了 又是装盗又是跳者 需要男主角和超大地鼠一同介绍互布 只会如属地鼠 不会干死主角 男主角搬上岸 女主角他妈就出现了 女主角他妈想杀的男主角 并且不同间回答你的为什么 不过被男主角他妈送的魔法石救了 女主角他妈就走了 接着黑暗女王袭击某神 刚好男主角他妈也在 男主角他妈随便的干叫黑暗女王一个手下 又被黑暗女王干掉了 打电油路过 又接着女主角出现在男主角面前 来偷男主角魔法石的 不偷不行 不然男主角会被黑暗女王搞死的 不过女主角被猎魔老头抓住了 猎魔老头要男主角杀了他 但是男主角放了他 接下来男主角知道魔法石被偷 去追女主角 却中了埋伏 剩女主角他妈私下的 为了断了这正邪之间 女主角不知道 又是一场打架 最后男主角和那只兽人都掉下了悬崖 猎魔老头被抓 主角当然不会死了 猎魔老头被带到黑暗女王面前 黑暗女王看到老情人没有杀他 而是想迷惑让他加入黑暗 而女主角以为男主角死了 后尾相信了黑暗女王 成绩夺回了魔法石 阻止了黑暗女王的迷惑 黑暗女王想插他 最后坏人死光光 好人没怪一个 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随便搞外遇 不然会有灾难的 还有晚上睡不着可以去河边 会遇到没你在洗澡哦